耶稣讲杀种的比喻 我们大概都很熟悉 不过你不要准备睡觉 刚才我们读马太福音13章的时候 比较难明白的 反而是门徒来问耶稣 为什么你用比喻 然后耶稣讲那段说话 我们就开始有点皱眉头 耶稣的意思好像是说 用比喻就是因为使他们不明白 有没有搞错 我们开报道会 请很多新朋友回来 还没信耶稣的 很难得请他们回来 请个讲完来 讲一番他们不明白的说话 这里引经据典 以赛亚都讲的 他们听就听见 但是不明白 看就看见 但是不晓得 他们游蒙了心 耳朵发尋 眼睛闭着 恐怕看见听见 心里明白 回转过来 我就神就医治他们 圣经都是这么说的 什么意思呢 好在新约圣经 引用以赛亚书 这几节的金句 如果没有引用这几节的金句 我们真的会不明白 考虑一个问题 深一点的 不是杀种的比喻 在新约那么浅 请问 以赛亚书这一段的说话 是出现在什么地方的 是不是上帝 在天上审判那些 外邦人 宣布 他们听都听不明白的了 看都看不明白的了 他们没用的了 没盼望的了 放弃他们 他们就是不蒙怜悯 不得医治的这一群 是不是这样的说法 如果你读圣经 你读过以赛亚书 不过希望你不要读半章 就停在书 其实这一段说话 前面那半章 你很熟的 甚至你会背的 我又听见 主的声音说 我可以猜遣谁 谁肯为我们去 跟着怎么说 我说 我在这里 请猜遣我 你一定听过 这一句 以赛亚书的 金句当中的金句 猜传联会 呼召的时候 一定引用这一节金句 我在这里 请猜遣我 以赛亚书第六章 是上帝猜遣先知 去代表上帝 传要讲的讯息 是吗 你很清楚了 以赛亚举手 以赛亚说 我在这里 你可以猜遣我 是这样之后 上帝才告诉 以赛亚听 你知不知道 你刚才 Volunteer 做些什么 你知不知道 跟着有些什么事情 会发生 你去 不过 你说 但是他们不听 你以为 你一说 他们就会悔改 不会的 他们听见 好像没有听见 看见 好像没有 看见 明明听你说 吓头吓鸡 原来睡着了 因为他们的心 蒙了 自由 你知不知道 以赛亚 以赛亚 呆了 你读下去 以赛亚书 第六章 以赛亚 跟着就问 主啊 这要到 什么时候 为止呢 你听不听得明白 以赛亚这个问题 在猜传年会 最后一晚 大牧师 呼召 举手 我愿意献身 读神学 谁知 跟着上帝 告诉你 你出来 做传道人 你小心点 执事会会压迫你的 你小心点 会友会背后 赶你行话的 你小心点 你去做宣教士 去Etopical 没有人会信耶稣的 你一生 就是这样的了 你开始 填完张报名表 要回忠臣读书 还是去天调 你说 主啊 这要到什么时候呢 是不是 你让我挨三年 跟着我见到 果效 我捱 你叫我捱五年 跟着你保证 我的教会復兴 增长 我捱 主啊 这要到 什么时候为止呢 你明白 以赛亚这个问题吗 但是你读下去 上帝没有收回他的猜遣 以赛亚也都没有收回他的举手决志奉献 以赛云赛亚真是去啊 以赛亚是明知道百姓没有反应 但是他仍然出去传道 新药圣经 引用这一段说话 是这样的意思的 马太 马可 在耶稣讲 比喻的时候 引用以赛亚书 路加医生呢 就没有 在记载耶稣讲 比喻的时候 引用以赛亚书 因为路加医生 写福音书 路加福音是写给外邦人看的 外邦人或者不是那么熟以赛亚书的 放在这里讲呢 真的 你和我都是外邦人 我们不熟以赛亚书 所以我们会不会 哇 耶稣什么这么黑心的 明知道 他们听不明白的 那就得 比喻过去 使他们听不明白 不是 路加用得好 路加将以赛亚书 这一段的金句 放在使徒行转 最后二十八章 就是他的福音书的下集 使徒行转二十八章 你都记得了 是记载保罗传道 保罗大马色路上悔改之后 他每一次传道 去到每一个城市 他都回去犹太人 他的同胞当中 讲耶稣是基督 犹太人拒绝他 犹太人逼迫他 犹太人想用石头扔死他 保罗才说 你们不肯听了 那我就去跟外邦人说 你们不要埋怨我 没有报名 到时来到又说没位置 你自己的 不关我事的 你明白个意思吗 所以去到四十八章 保罗来到他人生最后一站 罗马 条条大路通罗马 保罗一生的祈祷 就是他要将福音传到地极 哇 地极这么大 怎么去得了 上帝都挺好的 上帝听保罗这个祈祷 上帝带他去到条条大道通去的罗马 等于Toronto而已 你要去宣教 哪去得这么多地方 上帝将很多其他民族的人 带到来多伦多 这个国际的都市 The world is at your doorstep 听过这句话 罗马就是一个这样宣教的城市 保罗去到 我想他未到已经宣传了 报名重促 如果要避免没有位的话 还要deposit 不是 保罗去到罗马第一件事 你如果读《士图行主》二十八章 他一样先去跟犹太人 讲耶稣 来到他最后一站 在他一生当中 每一次的经历都告诉他 犹太人是不会接受的 保罗年轻就说冲动 年纪又回到这一刻了 都应该学到有经验了 最后机会难得 保罗不知道他还有多长的日子 他应该把握上帝给他向外邦人做使徒的使命 不是 保罗明知不可 明知不能 却为之 你明白他的意思吗 保罗明知道 犹太人会拒绝他 但是 仍然先向犹太人传福音 路加医生就说 这个就是 应验了 以赛亚书所记载的 不是预言 我说的比喻你不听得明白 就是活你死 不是 是仍然明知你没有反应 但是上帝的爱 仍然临到你 反过来看 上帝不是那个黑心的上帝 是吧 你听不明白就算了 我说了 最好用拉丁文说你听 是吧 你听得明白 不会 上帝是明知你听不入 他都仍然猜遣 先知他的仆人 来到跟你说 我先知很痛苦 但是上帝的爱 就是这一树显明 做父母的就应该明白 你的子女 多不听话都好 你说了多少次 说生狗叉烧好过生他都好 不再跟你说了 反过来 你又暗沉他 什么意思 你做父母 你就应该明白 少少 天父的心脏 天父的心脏 不会看着你死 不开声 不会的 不可能的 所以想尽方法 比喻 是一种对那些听不入耳的人 人的方法 听不听得明白 我第二个重点 普通人 你跟他说话 直说 他听得明白 他接受 他多谢你 不过这样的朋友 很少 小心点 你以为我率直 我一见到你 头发剪得这么肉酸 你开口得罪人 下次他就倒转头 走不理你 对不对 是肉酸 是肉酸 也不是这么说 你要找一个方法 说的说话 要对方听得入 比喻 就是一个这样的意思 耶稣说的比喻当中 我们记得很多 很容易记 浪子回头 拉撒路 不是说 复活的 是说 财主 门口的乞衣 好撒玛利亚人 耶稣说的比喻 就是 在你 叉起了手 扁起了嘴 是吧 整个body language 都是将耶稣 抗拒 是吧 距离 河水不犯井水 那帮法利赛人 是这样听 耶稣讲道 是吧 耶稣讲道的时候 他们就听 不过是这样听的 听完之后回家 今天耶稣讲 他很有趣 他讲两兄弟 他讲个小子 走出去 花天走地 回来 一个大子 不肯进去 耶稣讲什么 这句就行了 耶稣讲什么 就吃饭 就谈了 耶稣的意思 是讲谁的 上帝的说话 就开始在他心里面 种下了一粒种子 他以为他听不明 他以为他不想听 但是耶稣的教导 有一个办法 就是竟然在他不想听的时候 都入了他的心 这个叫做比 所以不要搞错 引用以赛亚书 不是定这帮人的罪 引用以赛亚书 是要说明 在一个极困难 没有可能的情况当中 上帝仍然没有放弃 不要以为这样的情况 只是出现在那些人的身上 其实 在我们的身上都一样 不过不同的问题 不同的拦阻 上帝都不会放弃你和我 以赛亚书 另外一段 今天我们读的经文 刚才你有没有留心听 还是你又好像那些油蒙了心 耳朵发尘 听事听见 却永远不会明白那只 以赛亚说 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上帝的道路 不同我们的道路 上帝的说话 一定有功效 不会徒然返回 上帝的说话 怎样有功效 耶稣就说这个比较 我们很熟 其实很短 福音书里面几节 一个人出去杀种 有一个杀种的出去杀种 总指 首先考你了 你刚刚读完而已 盖上 记不记得 第一 落在路旁 被非鸟 就吃了 我就没见过杀种 不过我见过 帮我打理草地的公司 施肥 原来现在多伦多管制得很严 所有都要organic 所以那间公司 特别跟我解释 这些肥料是粟米 很香 它洒到我整地都是 整个草地都是 driveway又是 接着真的是那些肥料来 很聪明 那些小鳥就来 就见那粒就橙色 很清楚 一粒粒就剁了 这个就是落在路旁 落在driveway 那个人又真的快手一点 他拿着一辆车这么推 推到草地 他应该开制 推去driveway 应该散制 不知道为什么 整地都是 飞了来 多快乐 那个party 真的 步飞倾 不停在那里吃 第二种 落在什么 的泥土 石头地上 有浅浅的一层泥土 所以 很快脆就发芽生长 不过 日头出来一晒 因为根不深 那就枯干了 我们不是很懂得种东西 我们经常都见到人家 花圆很漂亮 哎呀 很漂亮啊 很漂亮啊 怎么种的 很简单的 没有人会说 很复杂的 你早晚要淋水的 跟他聊天的 没有的 很简单的 我给你苗 你回去就种到有番茄吃的了 我太太真的信的 她说那些番茄苗 放进去的泥土 不用淋水的 你试一下 你又试一下 你等多轮多个太阳 日晒夜晒 什么都死 土记不深 发芽很快 但是日头一晒 就枯干 第二种的泥土 第三种呢 惊激从中 种子发芽生长 但是旁边 有很多其他的 weeds 野草 逼着它 草地真的这样 你试一下 不理它 哇 杂草生得多快 很漂亮的 又黄色的花 又有些蒲公英 那些 一个波 飞来飞去 哇 飞完之后你就害怕了 突然之间 一变十变百变千 整个草地都是那些东西 好了 你怎么去搞它 不用理它了 多好 那些原本的草 就不生了 被它逼住了 这个就是第三种的泥土 第四种你一定记得 好的土地 于是有收成 几倍 考你 有没有记性 马太福音是先讲一百倍 六十倍 三十倍 第二本福音书又倒转讲的 三十倍 六十倍 一百倍 那些懂耕种的人讲 其实一百倍收成 是好日都不试一次 三十倍已经不得了 所以这里讲的收成 真是喜出望望 讲完了 耶稣无端端 讲过这样的比喻 讲过这样的故事 做什么呢 我们很容易会误会的 甚至有解释这段比喻的 很有权威 很有分量的注释书 都忍不住 要帮这个比喻 改另一个名 这个不是 The Parable of the Soils 不是一个杀种的比喻 他说这个是 The Parable of the Soils 是四种不同泥土的比喻 是吧 那你说是呀 耶稣后来我们没有时间读下去 马太福音跟着 那些门徒就来问耶稣 究竟刚才你说的那个比喻 是什么杀种在路旁 是什么意思的 门徒都听不明白 不要认为外面的人听不明白 或者说门徒不是不明白 门徒吃饭的时候讨论 讨论完之后 有不同的结果 于是趁下午 大家还没睡着 就来问耶稣 刚才你说的比喻 是什么意思 耶稣就解释给他们听 你又很熟悉的 四种的泥土 四种不同 对于福音 神的道的反应 路旁的 飞鸟好像魔鬼 将人听到的道 很快就吃了 那就是等于左以右 右以出 土浅石头有反应 开头来几个礼拜 几个月 好热心 但是很快就吃了 但是很快就像水过鸭背 湿一阵又干了 荆激从中 这个就生长久一点了 不过很多 很多其他的事情 我没有空 不要搞我了 于是 有没有收成 唯有 人听了道 有遵行的 在他的生命当中 就有 一百倍 六十倍 三十倍的收成 你说还不是 讲这四种泥土 我们要选择了 究竟你是哪种泥土 个个人听完之后 都一定缺制 我要做第四种 最好的泥土 我刚刚这几天 拿起那本 Half Time 那本书来看 不知道你有没有机会看过 作者一开始 第一章 他就问 你的无字名要写什么 他说我已经定了 我的无字名 上面一个字 一百倍 就是从 杀种的比喻那里来的 他很厉害 他说我的生命 要结果指一百倍 一百 打个X 一百倍 不过你又 其实停下来想一想 做哪一种泥土 有没有 有没有得选择的呢 没有得选择的 我一条drive way 突然之间 说我要变成草地 他没有得选择的 不同的泥土 本身没有得选择的 不是比喻 不可以这么说的 比喻 一个意思 你好像苹果那么漂亮 你不会说我定在哪里 说个颜色 都可以选择 我不同意 这样去理解 这个比喻的原因 不是因为泥土 没得选择 而是因为耶稣 在解释这个比喻 开头的时候 如果你有圣经 马太福音第十三章 第十八节 我们刚刚停在第十七节 第十八节 耶稣就解释这个比喻 他说 所以你们当听 这杀种的比喻 你本圣经是不是这样写 耶稣不是说 所以你们当听 这泥土的比喻 This is not the parable of the soils This is the parable of the sower 这个是耶稣自己定的题目 所以你们要留心明白 这个比喻是讲 那个杀种的人 其实准确一点 翻译应该这么说 这个杀种是participal 考下你的英文文法 那个杀种的人 所以这句的比喻 开头第一句是 有一个杀种的出去杀种 很复杂的这句话 不是有一个人出去杀种 我们大家如果写中文 应该是有一个人出去杀种 有一个农夫出去杀种 不是 耶稣讲的重点是 有一个杀种的出去杀种 请听留心明白 这杀种的人的比喻 耶稣是讲整个比喻 这个出发点是从这个出去杀种的人做出发点 就是说不是从那些泥土做出发点 如果你们和我听完之后 我们选择哪种泥土 那就从泥土出发了 我们当中今天有一百人 四种泥土 前面这里的就是土浅石头的 这里就是路旁的 后面那一树就荆棘从中 最后这一树最好了 好土 那你坐哪里了 大家一二三选 整个比喻 都是集中从泥土做出发的 对不对 耶稣说不是 这个比喻其实是讲着 那个杀种的人 不是讲着你们坐在那里听到 是讲着我站在那里讲到 这个人出去杀种就是传道 就是传福音 那很不同了 你没理由叫我去选择 是吧 今天我讲到 那究竟一会儿我迷位的时候 是坐在路旁呢 还是坐在土浅石头呢 还是坐在那个好土 那当然是好土了 我都讲到不一定要 讲到有时都是土浅石头的 是吧 有时甚至都是路旁 这个不是个焦点 我们试试 从这个杀种的人的出发点 再去听一次 耶稣讲这个 这么精彩的故事 一个人出去杀种 一个杀种的出去杀种 他遇到三种的情况 都是令他 没有收成的 对不对 巴勒斯坦杀种很特别的 跟中国人不同 所以中国人读这段经文 就很难明白 我们当然是 先除草 不是先耕田 拿一只牛去 把泥翻起了 然后我们除草 撕肥 这样我们杀种在田里面 这个是中国人的种田 巴勒斯坦不是的 巴勒斯坦是先杀种 然后才用动物 去泥那块地 把泥土翻起 盖住那种 一个地小 和那个天气不同 所以农夫出去杀种 他的确 本来那块是田 不过 已经整个夏天没有种野了 这个是巴勒斯坦气候 温哥华气候 冬天是湿的 夏天是干旱的 所以那些人走来走去 在田里面都有很多的路 走过出来 所以杀出去 有落在路旁 有落在土浅石头 很多石的 所以很难避免的 有落在荆棘从中 这个农夫知不知道 一定知道 他不是第一次出来 学习 荆棘 是吧 他是一生 跟他爸爸 跟他在野 学耕种的 所以一定知道 是这样的 这个农夫杀完种之后 会不会坐在路旁那树 哎呀 不要给非料理吃 哎呀 非料理 我真的有这样的感觉 当我见到那些非料理 来剁那些粟米的 fertilizer的时候 我个心里面痛 我说哎呀 那些 那些 那些肥料 就抑不到我的草 那我给几百元 就浪费了去养肥的鳥 你明白吗 我是一个不懂耕种的人 我只是懂读圣经的 所以你叫我出去搞那些东西 哇 我搞错了 我真的会蹲在那 不准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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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费时间 你做农夫是怎么做的 你预测的 你预测的 土浅石头你预测的 路旁你预测的 就是杀出去的时候 如果不杀路旁 如果不杀土浅石头 很烦的 所以你最复好的方法 一杀出去 什么都杀 你预测了 因为为什么 到修成的时候 那一百倍 什么都还回了 是不是这样 这个是耕种的常识 这个是耕种的常识 我们这些不懂得种的 不说你们 对不起 我不应该用种数 我这些不懂得种东西 去年秋天 突然之间 滴起心肝 走去Home Depot 买了200个 那些Tulip的包 回来挖了 挖了 挖了 找太太出来 挖挖挖 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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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整个冬天 就看着 还没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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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雪融完了 有人告诉我 不知道是真还是假 那些雪未融 就出的了 有些人说 今年又不是的 我也不知道 用完了 都没出的 尤其是 出去逛街 隔离屋出了 我都没出的 出啦 你知道我做什么 我去数 我中了200个 我去数 出了多少个 蠢啊 不过我 我今年又聪明了 我刚刚最近 拔了一棵树 我放了一些新的泥土 然后City 不知道为什么 久不久又担包种子 进来的 Canada Day 又叫我种下花 那些很多不同的花 我全部都审下去 淋了一整晚水 我估今次我没得数 我估我大概 扔了百多粒种子 很小粒的 到了他发芽的时候 我逐粒去锁 不是 監众不是这样 龙夫杀种 是吗 杀了种之后 他要 你有没有留意 雅各书怎么说 请你打开 雅各书 第五章 雅各书第五章 第七节 第八节 我们一起读 雅各书第五章 第七 第八节 请读 第兄们 你们要忍来 直到主来 看呀 龙夫忍来 等候地里 宝贵的出产 直到得了秋雨春雨 你们也当忍来 兼顾你们的心 因为主来的日子 近了 杀种 还有第二个 很重要的道理 当时的人一听就明白 因为这个是他们的生活 今天我们不明白 忍来 等候 我们中国人有个成语故事 叫做什么 压苗助长 有没有听过 你嫌他不够快 生得 走下去 逐棵 拔一下他 没有的 是笨人 没有得拔的 上帝的说话 临到一个人的生命 需要时间 一个过程 生长 作为杀种的 我们蹲在路边 看着飞料来吃了 我们灰心 我们蹲在荆棘虫中 哎呀 拔又不是 不拔又不是 看着他 明明生得很好的 竟然挤住了 我们难受 土浅石头 初初拔命 淋水 结果 淋极都死 我们就说 以后都不存福音 我们搞错了 我们就好像不懂 种野的 我一样 种野不是这样的 原来杀种的 他出去杀种 另一段的经文 又讲得好的 他说 你要杀种的 因为你不知道 你是日头杀的 会收成 因为你晚黑杀的 会收成 你不用 计较得那么多 你相信 神的说话 决不徒然返回 哎呀 我信了 为什么没有效果 中间的过程 我们经常都 怎么说呢 好像电线 short circuit 我们经常都心急 我们认为 神的说话有功效 就要立刻有功效 没有这回事 没有这回事 原来不是这样的 哎呀 门徒说 我们出去传道了 那么立刻 我们就见到天国来临 耶稣回来了 你得以色列国 降临的时候 哇 什么都立刻成就 耶稣说 不是 圣灵的工作 不是我们 经常听到的 很快脆就有果效 灵恩运动会 这样告诉我们 但是圣经 不是这样教我们 神的道 就好像一个龙夫杀种 这么多的失败 四分三的可能性 是没有收成的 是吧 你照计数 只有四分一是好土的 应该 今年就饥荒 应该年年都饥荒 我出去看我的后院 有时候我都害怕的 很多虫 很多鳥 不知道它一定是害的 根本分不出的 照道理 这样的泥 这样的我 这么多虫 这么多问题 应该什么都没有的 应该是一个荒地 但是 又竟然被我 种了一排 很漂亮的 那些tulip 出来 我真的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 除了 这个是上帝的创造 杀种 就是这样的意思 你和我 如果看着 我们自己的软弱 看着我们的失败 看着我们当中 哎呀 这样又不行 那样又不行 那我不用做了 回来坐下算 是吧 免得浪費心机 中什么 我应该很中 我做过的了 我做了整年了 你知不知道 我好用心做的 不过改变不了任何东西 耶稣说 有一个杀种的出去杀种 讲到明 四分三的种子 没有收成 但是那龙夫从来都不是坐在那树 哭 从来都不是说我以后不杀种 龙夫到收割的时候 他就知道一百倍 六十倍 三十倍 是上帝的恩典 不是我们选择去做好土 以至有一百人 有二十人 有三十人的增长 不是上帝的恩典 但是你和我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要忍耐了 就要坚持 就要相信 这个是杀种的秘密 就好像保罗将他传道 犹太人从头到尾都拒绝 但是你读罗马书 保罗怎么说 保罗说我深信有一日 犹太人必会全家得救 到现在 新约圣经的学者 都不懂得解这句话 没可能的 怎么会有这样的日子的 你明白 保罗相信的是上帝的恩典和能力 你和我今天 作为教会里面的一份子 圣灵在你和我的生命当中的工作 荣耀的身份 今天我们的题目 你有没有留意到 保罗在罗马书讲 荣耀是怎样来的 不用你打开圣经 你拿回周刊 中间那一段黑体字 我们一起读的了 牧师帮我们underline了 再读多一次 罗马书第八章 最后那三行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正 我们是神的儿女 既是儿女便是后治 就是神的后治 和基督同作后治 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 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怎样得荣耀 受苦 这两样东西 我们经常都没有拉在一起 得荣耀就是我坐在那里 很安乐 很荣耀 走进来各个谷宫 早晨早晨 多荣耀 受苦 哎呀 这条路是不是真的 耶稣基督是这样走过的 他是这样杀种的 他是这样忍耐的 他是这样上十字架的 他是这样被上帝 将他从死里复活 升高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 他走了这条路出来 你和我说我们是跟随耶稣的基督徒 荣耀的身份 是这样来的 在教会里面 受苦是必严的 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 受苦是必经的 在我们成性的过程当中 受苦是必须的 没有cheap grace 潘霍华讲得很出名的一句说话 没有大减价 我今次去英国旅行 我就收到一件了 一磅的T恤 哇 几快朗 我太太立刻拿着 对不对都买 我说有没有搞错 对 她眼光真的好 上帝的恩典 没有一日 就将你改变的 这次我们回海丁堡 完全没有约任何朋友 因为很匆忙 星期五晚 已经到四点多了 我太太很好 她记得我爸爸说 想买一件羊毛的衣服 还要开胸 不可以过头脱脱的 老人家不喜欢弄乱头发 走了十几间店铺 没有 但很奇怪 就是这样走一间一间店铺 结果我们在最后一间店铺 关门了 走出来那一刻 撞到爱丁堡 华人教会的执事会主席 这位帝兄 就是1982年 说回几多年前 92028 26年前 我们离开教会 留下了一个广东话崇拜 请这位帝兄来帮忙 他本来去开Glasgow的 现在他来接手 看着帮忙 他不是港道 不过他是一个很好的长老 26年了 撞到他 为什么会撞到他 他先问我们 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 对不起 我没有通知你 不好意思 不要紧 大家这么熟 他原来站在那里等留学生 那晚星期五晚 在团契在一个大学宿舍开会 他说那些中国来的留学生可能不懂路 26年了 你都是这样 不是每个礼拜 一个月一次而已 但是26年之后 他已经升了做大学教授了 但仍然他站在街口 他说我没有约人 不过我等 看看有没有留学生摸到来不懂路 我带他上去 我看到什么是荣耀 你见不见到 不用的了 26年前要站在路口 26年之后做了Professor 就找个小子站在那里 自己就走进去里面坐 不是啊 额头光了 牙都脱了很多 老花眼颈 一眼看到我们 干什么事会在这里出现 我站在那里等学生 很matter of fact 这么说的 很理所当然 这个就是他的侍奉 这个就是他的岗位 站了26年 然后他讲了一件消息给我们 最后 聊了个几钟头 他电话响了 call他回去了 要开会了 我还有一件事告诉你 你记不记得满叔 我太太立刻说 记得满叔满嫂 在伦敦上来爱丁堡 26年前 我们请他回礼拜堂 满叔就一直翻开礼拜堂 满叔回到来 我很记得 因为我讲到 他坐在这里 我讲到15分钟左右 他就会打个哭怒 他打哭怒 不是人那样的 他是伸着懶腰 而且很大声的 每个星期日 下午3点45分 都是这样 我不可以怪他 因为第一 他还没信主 第二 他星期六晚 是最辛苦的 他是大厨 四点钟都没睡 所以翌日 下午肯陪太太来聚集 不准吃烟 坐在这里 他是不是打哭怒 是一定打哭怒 结果有一次 我讲道 我讲耶稣 在格拉森 将那只鬼 赶了到那些猪里 你记得吗 有那些猪 多少只 二千只猪 落了个湖里 浸死了 我说满叔 猪肉多少钱 你知道吗 他多快乐 他说你问我猪肉多少钱 你问对了人 他那行 老行专 他有反应 他有反应 这位执事会主席的弟兄说 满叔刚刚上两个月 受针了 26年 你很难明白 我们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 心里面的感觉 26年 圣经说 保罗杀种 阿波罗销冠 但是叫他生长的是上 26年 你有没有这样的耐性 今年是2008 你带一个朋友 回来西区华基 你要等他 2036年 他受针 不是今年11月 2036年 你有命等吗 未必有命 不过 生死不在你的手中 在上帝的手中 杀种 收成 是一件这样的事 弟兄姊妹 不要灰心 福事上帝 不要灰心 跟从主 不要灰心 全福音 不要灰心 追求 成长 成性 不要灰心 耶稣知道的 我们个个都是心急 神啊 你又说 你的说话 一定 我一定会 决不逃然返回 我祈祷了你 两个礼拜了 你都不听 我决定以后 不回教会了 耶稣说 26年 真的 我想上帝 让我们见回这个弟兄 就是要告诉我们 这个消息 26年 等了他 终于 决志 守针 在众人的面前 承认 他是一个罪人 愿意 归信 耶稣基督 我们同心 天父 多谢你 你聚集我们 在这个地方 成为你的教会 是何等 荣耀的身份 求你帮助我们 同样明白 你的教导 知道这个荣耀 是透过 受苦 是透过忍耐 是一个不灰心 不放弃 的过程 就好像 农夫出去杀种 流泪杀种 欢呼 收感 多谢你 因为你的比喻 记载在圣经当中 帮助我们 去明白真理 奉耶稣基督的面 祝福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